看他准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我有看 吃然後寶卷吧 他在第一輪有一個道具上的優勢 然後再去追 馬上要警告的是我們今天的道具賽 第一場比賽 看一下 蝦上熊有沒有在做同樣的一個動作 看一下他們道具的情況 帥中沒吃到道具啊 對是被前面的人碰撞之後 擠到了比較旁邊的位置喔 飛彈直接打 沒有道具的帥中 直接被飛彈給打了下來之後 後續開出了一個飛碟 後船自爆開起來 天使 封路封路封路有封道 對很漂亮欸 而且他用的是天使來保護住自己喔 這時候再被打起來 巧克力彈捲跑的是蠻舒服的 非常舒服的位置 對而且剛剛C025的隊員還遭到 是閃電的攻擊 再一下 對不過這時候帥中其實是有一個護盾的喔 在前面的巧克力彈捲速度直接跳下來 再防禦 所以盾牌給擋住了之後 欸帥中脫飄了 這邊是被撞到了旁邊 這邊抓地稍微有點小失誤 欸兩個屋賊好像起到了蠻大的效果 那麼這邊躲風 意識很好 但是被打起來 對但是還是被炸了起來 不過旁邊的諾克其實不會的還不錯 欸 巧克力彈捲沒有吃到喔 對 可是不過他已經有 他是滿的 這邊解飛碟 但是我們這個點 他想要蹲在這比較後面的地方 這個點就是我們所說的 在上坡地段 如果吃到了一個減速道具 只要吃到飛碟很難受 對 我們會爬不上去 而且剛剛小切在過來的一個過程中 是沒有吃到那個道具喔 現在是在打 風在捲 風捲到的是屁農下降雄 但是諾克又輔殺 123車隊 感覺人員的地補也是非常的快喔 注意一下123車隊現在是沒有防禦型道具的 屁農下降雄有一個盾牌 直接給到了諾克之後 幫他吃了一個褲筆 再來吃一個褲筆 那這一把 因為彈捲落後已經太遠 所以他吃到的道具都會偏向於都是磁鐵 這個是一個道具下的機制 剛剛小蝦在飛在空中的一個過程中被飛彈給擊落了 那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再打飛彈 或比往前去甩 難受 現在距離地面諾克非常的遠喔 拿道具丟掉一個之後會不會後團選擇 而且現在第一名諾克身上手裡還有個干擾器 現在小蝦又撞到了 打下來 少婆又被吸 這邊有點尷尬喔 後面的話 摔中要過來 重現了嗎 但是最後還是有諾克成功守住第一名 好驚險喔 剛剛被各種的一個技能給轟在臉上 沒錯這一把可以看到的是 在關鍵的上坡點 對 他們一個是淡卷前面吃了一個飛碟 沒有辦法爬上去 後面是吃了 諾克 諾克吃了一個 諾克後來還是重現了 對還是重現 但是已經被拉近非常多距離 他剛剛一開始說是領先一整個彎道 對他吃了一個閃電 再吃後面吸他的一個飛碟 所以這個減速是很難受的 基本上你完全會被釘在地上不能動 他剛剛像一個阿公在爬那個 爬山終於爬過去的 那個是有試過非常多選手 以及包含自己我都有試過 那個針你會爬不上去 對而且在心態上面其實是會有受到影響的 因為我都 終點丟在眼前 然後一下被點 然後一下被吸 沒錯 這種情況在道具場上會很容易發生 沒錯 所以在選手的心態上面調整其實也是要非常快速的 不過最後還是由123車隊成功諾克是重現了 沒錯 就像是在很容易發生是你拿著飛彈 你拿著閃電 拿著飛碟 然後在終點線前面你過不去 因為你被釘在了終點線就差一米一米 對而且還在上坡一定的過程 沒有錯道具賽就是這樣 那來看一下主要道具的第二個賽道 英特拉肯 這也是由C025車隊選的一個賽道 這邊 有NA要不要跟各位觀眾提一下 如果你平常不是跑道具賽 而是跑一個競速玩家的話 你可能對於這張賽道不是很熟悉 基本上先科普一個小觀念 就是在 玩道具的情況底下 你不能是說你在 尤其是快要接近終點 就是不管是單圈或是雙圈 不能太急 因為對方一定有你意想不到 也就是說你想得到的道具 雷 或是關鍵飛點 一定會扣著 就是等你過 尤其是在一些高低落差的地形情況之下 還有加速帶 這邊側身雙屍 諾克 也是非常成功的 拿到的是兩個道具 這邊會不會擺香蕉呢 擺一個香蕉 直接踩到 這就是跟太近 哇 而且在這個背越跳台 其實是每個人 都想要去爭奪的一個點位 對啊 飛太高 沒有知道道具 對然後庫皮給到小蝦 這邊沒有盾牌 沒有辦法防住之後 直接掉下去之後 撞到了柱子啊 對不過沒事沒事 這側身位還是非常近 沒有差到多遠 而且其實在第一圈的賽道 對但是小蝦這個距離 不開彈槍的話 很容易遲到磁鐵啊 沒有錯下一個道具 就是磁鐵啊 對這邊趕緊的利用磁鐵 能夠多拉近一點車身位 而且現在 看一下這個風路怎麼捲 一次捲到兩個人啊 沒辦法雙龍捲 哇我的天啊 現在法魯反而是掉到 是第五名的位置 這就是英特拉可能在於 窄道彎道的封點 掌握非常好的 對來看一下這個 橋上的進行點 帥中也卡住了 那我們再來看 快要即使落水了 被他石頭給撞到了 掉到了右邊的水下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第三圈的賽道 還有一圈沒有錯 對這是一個比較 簡單的一個賽道 所以有來到三圈喔 但是我們看一下 小蝦不能落太遠 不然第一名是跑得距離 離最後一名有點遠啊 對在這邊的話 利用盾牌擋住庫比之後 旁邊的帥中也利用天使 馬上就被攻擊啦 再加飛碟 這難受啊 你的隊友都在五六名 其實沒有辦法幫助你太多了 就是要搶先 搶到一個零跑位 畢竟已經快要到終點了 我們看一下道具量 對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盾牌在身上 還有一個盾牌在身上 加自爆加護盾 哇 完美加速 還有一個天使 還有一個天使 完美的保護住了 諾克在第一名的位置 那我們也是要進入到賽末點喔 沒有錯 最後一個道具給的 哇這直接是選擇 哈哈 也不是我們來說一下重點 就是 呃 在最後諾克 開了一個彈器 再開一個自爆 然後隊友再幫他補盾 再傳了一個盾 最後再補一個天使 對這個搭配其實算是非常好 他的保護可以說是一直持續下去的 就是對方怎麼攻擊 除了飛碟的話 他其實身上還扣著一個干擾器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最後的最後他們的道具是扣得非常好 是直接兩波加速加護盾 完全沒有辦法去 呃去干擾到諾克的衝線 而且在飛碟方面 他們一樣也是放晚的 畢竟兩個加速在後面 看不到前面領跑位的選手底下 是很難去判斷的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機會成為散步點的一張地圖喔 是主要道具 洛杉磯 那也是由諾克跟 諾克的車隊 123車隊所做一個選用 沒錯 那就是要再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 對於龍捲風的概念 都比較是不會釋放以及距離的掌握 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幾位選手 尤其是剛剛放的很精彩的 譬如說龍捲風點阿 然後雙龍捲風阿 直接捲 你過了一個之後 你不如立馬開下一個護盾 你又被捲起來 對這個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而且在洛杉磯 其實是有很多跳台 是有機會可以把對方 捲到一個 無法回復的一個境界 沒錯沒錯 好那看一下這邊衝線的話 喔 片頭下象熊選擇 衝到的是地面的位置 這邊車身只吃到一個 那麼看一下這個跳台點 會吃到什麼道具 直接打 直接過來之後 身上其實是有個 看下去沒辦法 哇沒有辦法過去 那反而是巧克力蛋卷 在前面是落後的比較多 一個護盾 就是要想辦法 不要跟第一名的距離 拉太遠 對你要趕緊的接近 你不用說要領先 你要接近領先集團 對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說一個觀念就是 在道具賽場上 沒有說誰是一定的輔助位 誰是一定的零跑位 對這邊的話 因為身上道具其實都是滿的狀況 所以沒有選擇吃 利用盾牌躲過了這個飛彈 在打在盾牌 而且其實現在 對於紅方這邊來說 有兩個干擾 其實沒有太多作用 全開掉 沒有躲掉 想要走旁邊 但還是被捲起來 前面一二名 都是一個雙護盾 而且諾克 現在有兩個護盾 這時候要後傳了 什麼時候要放 對然後片桶下降球 也是在一個準備攻擊的位置 這時候劈下來 開啟閃電 而且諾克其實也是有一個護盾開掉 沒錯 要穩穩的放閃電 有一個combo就是 墨汁加閃電 先放閃電 再放墨汁 對那看一下這邊的話 諾克身上有一個盾牌 而且已經順利的渡過了這個木板區 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領先超級多啦 這個區域真的很安詳喔 非常的舒服 太安心了 真的 沒錯非常舒服 只要看一下後面的隊友 會給他什麼樣的道具 對而且現在的話 還是有一個 封點封路 沒有把自己的盾牌給舉起來之後 法魯發生一個甩尾的失誤 直接撞在牆上 沒錯他的護盾開網了 直接被封在了一個 俠口 窄口上面 對那現在諾克直接 不要發生太多大的失誤之後 有兩個盾牌現在在手上 可以看到雙盾 抓地甩尾 而且 同方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一個 道具可以去影響的 對可以去影響他 飛碟也沒有 那現在諾克算先衝線 我們要恭喜的是123撤隊 獲得那次台中區的冠軍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諾克 雖然是領先 已經領先得非常遠 但是可以看到他 在上坡的地段 這就是我們在道具賽場上常說的 對 藉由地形藉由上坡 藉由高低差你去吸 還是可以減緩到很多很多速度 對而且 下象球其實幫他擋了非常多招 在第二瓶的位置 反而是 他幫諾克吸引了炮火 然後諾克可以非常的安心 度過每一個捷徑 沒錯而且可以看到 然後在最後接近終點的時候 一定 在123撤隊這邊 一定會留非常多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前面的話 四強賽的賽事也是打得 然後馬上來到冠軍賽 C025 對上的是123撤隊 剛剛也可以看到 直落2 12還沒 他說 中文字幕—Rтер